Hello 大家好 來到一條自創的題目 其實這條是在訓練看主要特徵 和分別兩個表的看主要特徵 根據趨勢和現況 最後引入海外醫生 即是說醫療人手短缺 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maximum和minimum 我們在數據找到 首先maximum就是我們欠得最多的 是醫生、普通科護士 看到欠多少 物理治療師也欠很多 誰欠最少呢 就是這些根本不用 都沒有欠的 精神科護士和中醫 在這裡看到什麼? 人手短缺就是一個特徵 哪些最多、哪些最少 就要拉來講 好不可以? 之後就是這裡 表意也要講個特徵 就是相比下 又是哪個最多、哪個最少 經常都要比較 哪個最少 香港最少 你再看別人 人家的maximum sorry maximum就是這裡 看到嗎? 新加坡也不是很少 但相比下 香港最少 其實它是靠比較 就是靠大家怎麼作比較條 我們首先 拆開指示 我們去看看答案 那你由表A 即是表1A 可見什麼呢? 等等 醫生呢 普通科護士和物理治療師 就最短缺的情況最少 最嚴重了 sorry 你看到嗎? 醫療人手短缺 你要怎麼提 怎麼提 點完題目之後呢 點完題目之後 你就繼續說 繼續說 原來少了那麼多 不斷少 不斷增幅多了 相反 相反就是 你要講回中醫 看到嗎? 中醫這裡 和精神科護士 是有負數的情況的 到下面 這裡 其實講完的特徵 就是人手短缺 人手短缺是特徵 到隔壁的表 兩個表都有特徵 第二個表就是 每千人數 其實香港的水平低 相比德國 英國 和美國 5.3個 我們1.9個 新加坡類同的經濟發展情況 都是有趣 我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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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 比較 那你就回答了四分 四分就這樣拿完了 其實它是Data Processing 在下面 它問你 引入海外醫生 有助於 有助於 它已經立場是 OK 海外醫生可以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這條很簡單 那你首先 你要有個開手句 開手句 開手句 首先講完開手句 講論點 就是支持論點 或者反對論點 它問你一個 支持和反對的聲稱 支持和反對的聲稱 那你們兩個都要講 那你就用資料 Sorry 用資料佐證 那你就講完 我們還有最後的結論 但是你有時間才做 那我們首先可以看支持的聲稱 支持聲稱是要怎麼寫呢 那你首先 看到這個圖 如果有做過2020 Paper 1的Question 2 就是講人口老化 看到嗎 看到人口老化的跡象嗎 因為你看到這裡 特別這個位置 越來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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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這麼寬 由18% 去到差不多 30%左右 然後這裏 勞動 怎樣 這個意思是什麼 等於勞動人口 勞動人口 勞動人口 本身由 70% 跌了 跌了 58% 你看看多少 然後可以這樣講 看到老人化的趨勢 是的 不好意思 你看到引入医生可以持续升 解决人手短缺的问题 因为资料B可见 65岁的人口不断上升 六年快趋势 即是福利增加 福利增加是重点 加上资料C 我们先看资料C 林郑就说我们现在差600人 甚至服务差4成 人口老化 人手不足是不争的事实 看到吗? 抱歉 然后到这里 短缺问题 引入这么多人 立法可以大势所吹 大势所吹 然后 而且资料A 我们再看 这里 我们一直都少了 我们一直都少人 我们现在增加的话 就可以提升水平 所以立法是有用的 看到吗? 资料B 资料C 资料A 也有用的 第三条 不是叫你摔水 是需要你用所有资料 答答这个问题 那你就OK了 答完这个有四分 当然你要多写点 不是写那么少 下面 反对了 原來降低治療質素 不可以解決根本問題 Root Problem 知道詩說什麼? 原來點對點問題 引入海外醫生只要解決一點 外科醫生說解決一點 然後市民擔心註冊後 他們會轉到私人市場執業 無助於解決人手短缺問題 知道詩說什麼嗎? 知道詩說什麼? 醫生外科醫生 認為不可以解決問題 現在這樣的話 不可以整個層面的問題 無法解決市民擔心 可以變成跳板 轉到私人市場執業 修訂立法 就為他們帶來跳板 再詩資料A 我都說 maximum是有用的 這個最多 我們欠得最多是外科 普通科護士 欠得最多是普通科護士的話 即是代表我們不單要改善醫生的情況 護士的情況更為嚴峻 看到嗎? 那就回答到這條問題 其實可以詳盡一點 這條問題 我覺得在2021年的DSE考試 都是會有機會的 特別是這個 其實這個是抄2020年PAPA1 的Question1 這個比較是Question2 然後這裡是Question3 它問你分別特徵 看到嗎? 好了 那我就說完了